一拜 通車順利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長穆貴心 帶領地方民代 大家整首一柱清香 向神明行三拜禮 隨後大家一同走過新橋 慶祝這座長約400公尺的立善橋 正式開放通行 我們地方上為了這一條橋 等待了兩元多 不均把通車不給大家更方便 對北方來說 是我們做工程的人有延誤到 所以我們都盡量 早點給通車 地方民代表示 最近才完成驗收的立善橋 雲仙少等地方舉辦過 技橋普渡法會之後才會開放 但市府提前通車 雖然對改善立善橋跟大理橋的交通 有很大的注意 但民代擔心 新橋的周遭安全措施不足 加上路口複雜 恐怕之後會非常容易發生車禍 雖然是沒有麻煩 但是我們可以接受 以前有跟我們持續做起來 以前就要做100分 你創一個0.5的 99.5 沒完完啦 我們馬上會首手來辦理改善 所以尤其也有在保固期間 所以這些缺失都不是問題 有拜有保備 叫普來做是很好 大家過程都對我們指示 也希望我們在19至19這兩天 因為19大方案 去普來普來 希望我們這個里面 都會來參加 針對立善橋的一些工程缺失 相關單位也表示會儘速改善 而地方也預計在19跟20號兩天 要舉行技巧普渡法會 屆時會封閉部分的道路造成不變 還請用助人多加配合 據找賴秋風 台中採訪不到